这艰难的毕业了是吗 对 但是四年里你应该不断地要练嘴皮子吧 对 一直也练着 早晨也是八百标兵奔北坡是吧 对 我们叫早晨早早起 早起坐早操 天天坐早操 坐操身体好 我跟你说今天同学也来了 对的 你们同学我也担心 给你带的一股大茶子味 我们讲声欢迎同学上场 来 邀请 还是一位漂亮的女同学呀 欢迎你 欢迎你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跟大家做介绍一下好吗 我叫韩哲 是吕日阳的大学同学 也是她的高中同学 我一听你跟她这个 还挺般配的呀 没有 我一听她这个语言啊 跟她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你这一级假等肯定过了 吕日阳在你们班 是不是挺另类的学生 她是一个就是特别 有自己想法的一个人 然后从高中开始吧 她就是做这个网站 当时我们身边的小伙伴 一块玩的就说 就说她这个是扯淡 吓不闹是吧 对 吓不闹 当时我们快高考了 大家都在紧张地复习 然后只有她那个 每天到后半夜三点吧 都在做她这个网站 然后一直坚持到大学 当时就觉得没什么出息 没什么出路这种 但是没想到她走到今天 做到自己小有成绩 私下里都怎么议论她的 我超好奇 你还想让我带你吃小龙虾的吗 怎么还能威胁别人呢 我们仨带你吃 你们当时同学都特别不看好 是吗 对 都特别不看好 你们劝过她吗 没有 任由她在这条 不靠谱的路上 狂奔下去是吧 对 任由她越走越远 哎呀 得亏你们没劝她 你们要劝她 也许她这东北猫 就出不来了是吧 对对对对 那上了大学之后 你们俩还在一个班 对 上大学之后 我们两个人不在一个班 但是我们两个人 专业课是在一块上的 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我们上专业课的时候 老师在黑板上写字 然后他突然来一句说 老四 我有个问题 然后同学都回头看她 就是笑她那种 但只有老师没有回头 老师一边写字一边说 我不用回头也知道 肯定是吕日杨